哈喽,各位湖北老乡,你们好 关于我在酒店隔离了11天 为什么又把我赶回客村来了 跟大家,就上个视频跟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可以回老家,谁都想回老家 谁都不愿意再来这个地方了 毕竟这里面还有很多赶玩具 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没有必要,知道吧 我发视频,并不是为了什么所谓的流量 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真实的情况,别人不敢说真话 我来说真话,我什么都不发 我的情况跟大家不一样,我们这批人 对,之前我发很多视频都没有跟大家说 其实我感染了,新冠肺炎 我怕我发视频说了,会造的网保 造的很多人笑我,歧视我 用另外的眼神看我 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发 我今天还是跟大家 把关于我感染新冠肺炎的所有经过 包括现在为什么又回来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不要骂我 不要用歧视的眼光看我 谁也不愿意去感染这个新冠肺炎 我有可能是,之前我发视频说我十五尊头了 那个时候已经感染了 我跟葱里面人说了 那是没有人理财物 一直到我去酒店隔离了两天 然后查出来我是阳性 然后就把我拉到黄埔区 方畅医院去隔离 就是也是所谓的人才公寓 改的方畅医院在那里隔离 隔离了整整八天 在医院隔离了八天 当时进医院的时候 我的症状已经全部消除了 跟正常人一样的 一点湿都没有 能吃能喝能水 完全一点湿都没有 当时在宿舍发生冰情的时候 就感觉个感冒发烧一样的 我还约是十五尊头 我觉得我的感染就是下去做核酸 用那么多人在一起做核酸 就是做核酸搞感染的 其实新冠病都并不可怕 我们要以一个真实的心态 去看待新冠病都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严重 每次都看看新闻 做核酸跟感冒发烧一样的 没有什么任何症状 也没有所谓的后遗症 你看我现在一点点 感觉到没有 一点湿都没有 为什么我不回老家 一是政府不允许回去饿 就算我饿死在广州 死在广州 我也不会回去老家 去害自己的家乡人 因为我们这种感染者 还不确定到底有没有恢复好 你说回去干嘛 回去害你们吗 回去找万人脱气吗 若我宁愿回到出租房 饿死在出租房 我都不回老家 懂不懂你们 今天我自主也 是把真话说出给大家 是让大家明白一下 新冠病都并不可怕 都要相信自己 相信国家 相信政府 干了来新冠病都多活饿水 及时跟社区报道 就算进了 方畅也要多活饿水 安时吃药 有的严重的 也许吃点药就好了 有的像我们这种轻微的 不需要吃药 啥都不用搞 至于 来里面待几天至于 为什么说 拉到方畅医院隔离的 就是怕传染给别人 因为这个传染率太高了 所以说各位老家 今天跟你们说点真话 跟你们分享一下 当凡在整个广州海处区 感染新冠病都进入了 方畅医院里面隔离的人 出来了之后 是不能回老家 不能出海处区 只能回到自己的原住址 自己村子里面的出租坊 居家隔离齐天 再看勤怀 变成鱼马了之后 到时候再等通知 看能不能回老家 很多人隔离的人都不知道 这是我们 我应该算是比较很早的一批 感染的现在已经治愈了 回来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也不在乎 那就黑粉 黑不黑我 碰不碰我 我无所谓了 我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心安的感觉 你们正常的是 是鱼马的隔离7加3 或者现在改政策的5加哥 是5加3 你们应该是可以回老家的 但是每个地方不一样 我说话也不敢肯定 每个地方的真实在别 肯定不可能一下子 我只敢所有的湖北老家都回去 家里面老家的那种隔离点也收不了 我希望所有在湖北的老家都要加油 还有那些感染新冠病毒的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 先请国家 先请政府 都会过去的 没时多晕动脸下 该吃吃该喝喝 增加自己的脸音的就好了 我已经出院了 包括我昨天回来的一批 差不多一百多人都出院了 都已经回来了 都不敢发抖音 都不敢说真话 因为都害怕被你们这些网友歧视 今天我恒下心 发给你们分享一下 加油各位老乡 这是我从翻唱医院出院的真名 出院的真名 广州市环浦 翻唱医院出院真名 每个人赶来人出院都会有这个真名 大家不用担心